今天请来在《射雕英雄传》里面 饰演杨康的陈星旭和大家见面 只是二十岁出头去去 原来入行已经有十八年 对于有份参与这一套剧集 他们的感受是怎样呢? 好了,大家近段都已经在追求 这个新版的《射雕英雄传》 今天我们就请来这一位 饰演杨康的陈星旭 上来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陈兴旭 在《新版射雕英雄传》中饰演杨康 我相信对于香港的观众来说 陈星旭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 不如请陈星旭和大家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知道你是从童星开始 你三岁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动物园 给星探找到你拍广告的 对,这都知道 是的,其实因为很小的时候 然后我和我爸爸在动物园的门口 骑着我的一个小自行车 小的时候就会骑那种 四个轮子的车 对,后面有三个轮子的那种 然后呢,就会去玩 然后也会 因为小的时候 特别小,但是特别喜欢 那些很潮流的东西 会在头上喷一些 绿色 那个时候已经 对,它是喷的 它不是染的 它是拿喷的那种 喷一些 对,有颜色的 喷一些绿色或者蓝色的东西 那个时候因为你喜欢 我喜欢 我觉得很好看 很好玩 然后就喷一些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 这个小孩还挺可爱的 然后说 有没有拍过广告 或者拍过戏之类的 这样就接到 现在还有没有印象 或是有没有这个画面 当时的情况 或是拍摄广告的 照片式的印象 就可能记得某一个场景 比如说我在一个棚里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棚子里 然后去拍一些广告 然后就这样 也就很开心 一天 那那个时候就拍摄了 一系列的广告 然后就四岁的时候 就开始拍连续剧了 对,我四岁的时候 其实广告是之前有 之后也有 但是就是正式拍电视剧 是四岁的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激情燃烧的岁月 记不记得 还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拍摄的 因为那个时候那么少 只有四岁的时候 还有没有印象 其实都是 也都是片段式的印象 自己就是 因为小孩嘛 就演自己就好 就去玩 跟大家 跟导演说说 然后跟各位的这个 现在说说 就是老前辈 然后那时候的 就是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 这样一起玩 然后他们也会哄着我 也会告诉我 这样你现在从这儿到这边来 然后吃什么东西 然后笑一笑 或者怎么样 那时候演自己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紧张 那星哥哥哥就是 其实他自己是 辽宁沈阳人 那对 那 那 因为妈妈的关系 所以就很少就搬到北京去 住住 对 是的 那后来就也都在北京上学 对 就 西剧学院 对 中央西剧学院 现在还在 现在是大三 还在这个中央西剧学院上学 中央戏剧学院一个非常之正统的一个正规 甚至在内地现在很多演员都是从中央西剧学院出来的 大家很多好认识的很多师兄师姐 大家都很有名 大家都知道 对 对 那在里面读着书 那好了 那大家认识你就是因为这个射雕英雄传 知不知那个时候参业的时候要不要 譬如说试镜啊 这样怎么样的情况得到这个角色呢 您是说社交的这个 当时其实我很早的时候 就大家那个网上就会有这个说要射雕英雄传要翻拍了 是2017版的新版的这个射雕英雄传要翻拍了 然后我就哇 这个我每次都会听我妈妈他们会说 我老舅我舅舅是这个射雕的金庸迷嘛 就很喜欢射雕英雄传这本小说 然后他们就说哇这个要翻拍了会是怎么样会是怎么样 我当时其实没有想过太多 我觉得好吧翻拍了 我哪天去看一看就这种感觉 然后突然有一天那个就是我的一个老师之前 然后推荐我 然后正好那边也在找演员 就说因为已经过了很久了 他们快开已经开机了 我后来才知道 然后就说那我们去试一下吧 然后就就去试戏啊 然后之间导演 他们见到我的时候我就说啊 还挺像杨康的 然后当我说那试完戏了 人家也没有说不可能说当时就说要去去拍啊 然后我们就我去恒电式的戏就飞回北京了 继续上学 上两天学他们就打电话来说 嗯你要来演杨康了 我当时什么 就是这就是完全不敢相信的这种感觉 就是我因为我去的时候试戏很正常这样 就很多戏也要去试戏也要去做什么 但是没有想过哇我要去 马上就要参演一个这么重要 对我来说依依这么重大的一个角色 没有想过这样的 所以其实那个心理上面的准备 其实是完全没有 一点都没有 然后马上就要立刻去进棚里面 因为是这样杨康这个角色呢 我进组了以后才听说 这个角色已经面试过150个人 然后上妆就是带头套 就是很多那种古装戏要带头套 然后已经三四十个了到我这里 然后都不是特别合适 然后我就去了 他们戴完头套 导演就说还可以 有一个挺特别的地方就是 这一套戏就有一个香港的演员在里面演出的 就是我们很认识的三哥苗乔惟 苗乔惟三哥 那他就在香港的版本又是演杨康的 那你今次又有机会跟他在同一个剧 然后苗乔惟也是在原版那个呢 其实这个因为当时我之前就是说 要演这个角色了 好我赶紧去 因为之前不是很关注这个金庸先生的一些作品 我都有听过 但是没有说戏看过 然后我就先看小说 先把小说看完 看完以后看八三版的 因为八三版的那个是最经典的 我妈妈每次都跟我说 你一定要看 她非常喜欢三哥 然后把我带的 真的吗 然后我就特意的 因为我要演杨康这个角色 我就要看三哥的这个 他的表演 他的表演 对方式 诠释这个角色的方式 他一出来那一个转头 哇 好吧 我要演吗 真的 就是这种感觉 真的觉得真的 无法超越 很潇洒的 很潇洒 很帅气的一个形象 然后又知道 当时候来就听说 三哥在这个戏里面演 黄药师 东斜 对 有点不想去了 有压力的开始 非常大 压力非常的 像那么经典的一个角色 然后这么多年来 说实话 后面翻拍的也就是也有很多 可能大家就是包贬不一吧 但是还是三哥的那个形象最为的一个深刻 深刻 对没错 那我要在老师的面前去演那么经典的一个角色 这个压力真的不是一般的大 那遇到 记不记得第一次遇到三哥是什么时候呢 我记得当时 是 因为杨康这个角色跟黄药师的戏不是很多 但是呢 我们那天正好 他是B组 我是A组在拍 两个组在一个场地 只不过是不同的这个门 然后 所以同一个场地在拍 不同的戏 对 是的 然后 因为是每一个角度 其实都是一个场景 对 是这样 然后他就 三哥就在B组的那个 好像是 室外拍 我正好刚到 要带这个补妆还是穿衣服 我就 我就听知道 三哥已经到现场了 我就赶紧说 就跑过去 我说三哥 我是您的粉丝 好想 就真的就变成一种粉丝的感觉 特别开心 那种感觉 妈妈有没有说 要跟你去片场看一下三哥 他一直在说 但是 我就想说 哎呀 因为 恒电的天气是非常非常热的 大概我拍戏那会儿 就是我见三哥的 碰到三哥那段时间 已经 恒电大概有四十多度 非常热 对 我不太 我不太希望我 妈妈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太阳下 待那么长时间 我就说你在宾馆待着 他每次说 三哥今天有戏吗 我说 反正 我跟他的戏不是很多 我不一定 我几乎一部戏碰三四次就很不错了 因为那个气氛不是很多对手戏的 那妈妈有没有 最终有没有见到 妈妈有没有终于有机会看到三哥呢 有啊 我记得有一次是 他来 就是中午正好是 那天是 一个很重要的场景 我的杨康的很重要的场景 他就过来 然后 三哥正好那天也在 然后记得应该是碰到了 对了 很开心 我妈 我妈很开心 比见到我都开心 是吗 因为这个 天天都见到嘛 儿子一天都见到 三哥是他 小时候就看不到他的 那个 那个很多 那个就是 回忆 对 宝贵的这些感觉 没错 那究竟三哥呢 有没有给我们新版 去杨康一些演出的意见 我们讲到之后 去问一下他 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 新版的 蛇雕英雄传的杨康的 陈星旭 刚才就说到 他妈妈就是这个 三哥的支持者 最后有机会见到三哥 就很开心了 那么 三哥就在83年的时候 演这个杨康 那我认为新版 他确定说了 他第一次见到 三哥都好像小粉丝那样 那么有没有 请教一下三哥 怎么去演 演好这个杨康这个角色 我们 当时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聚餐嘛 然后 当时三哥就把我 叫到身边来 然后我们 我知道 当时也很紧张 我就 很 很胆怯地说 我说 三哥 这个杨康 应该如何去演 我一定要这样问一下 然后 他当时就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跟我说 嗯 其实没什么 只要不把这个杨康这个 坏人的这个角色演得 真的 演得真的坏就行 就不要把他演得真的坏 一定他是多面的 这是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意见 就不可以 只是当他一个 反派的坏人去演 对对对 不可以完全是一个坏人 没错 就可以演到他 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觉得自己的表现如何呢 嗯 怎么说呢 自己的表现 我尽力了 因为我 这是我第一个完整的角色 所以我希望 就是 我自己的表现 能被大家所认可 能被我的观众 就是大家看这部剧的观众所认可 我也尽力做到我 能做到 能做到最好 因为这个剧播出以来都有很大的回想 对你的生活 或是对你对演艺事业的一些看法 会不会有改变呢 多少都会有一些 因为 我通过这个角色 通过杨康这个角色被更多的人所认知 所认识 他们也会 然后出去的时候偶尔会又被认出来这种 其实心里会有一点小激动 但是 想想也没有什么 因为这个是观众对你的认可 但同样会对你有更多的期待和期望 你就完全不能停歇 也不能停顿下来 这样的话 迟到有一天 别人就是会有更多的人超越你 然后你就会被忘掉 那你的想法是 是不是现在还是要继续你的学业 继续要在中央学院继续念书 然后继续再接一些工作 是的 完成我的学业 然后 先是完成自己的学业 然后再去有更多更好的机会 然后做更多更好的戏来呈现给观众 对我来说 因为我今天是第一天认识 姓玉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很高 很高 因为我看到他的资料的时候 已经说他是186 那我说 186应该是6尺3左右 6尺3左右 那我已经有心理印象 但是他今天下来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 哇 真的很高 还有非常年轻 是不是年轻 是1996年 对我1996年 所以今年是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一岁 二十一岁 对了 就是3月31号 白羊座的 白羊座 白羊座 3月31号的 3月31号 对 3月31号的白羊座 只是一个21岁的小朋友 刚才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对演艺的想法 我想大家可能在这个时间 最想知道当然就是 你拍《射丢红转》的过程 当中的拍这部戏 有没有一些你最喜欢或最印象深刻的一场戏 说到这个我就非常有的说了 我先准备一下 因为是这样 我刚开始拍这部戏的时候 第一场戏 因为当时不是之前说了 说很懵的进入这个角色 然后当然也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这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时间很紧张 但是你为了诠释好这个角色 一定是要这样 因为它不是 因为您知道这个电视剧 它不是顺拍 它是 它是 就是 按着查 不是 不是顺着它的次序 由一开始拍戏 可能是跳拍的 没错 所以你必须要把整部戏 整个角色要研究的明白 要不然的话 你可能演完这个 后面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还好刚开始 就是我第一场戏 进组的第一场戏 就是吊威亚 走地外亚了 对 因为之前 再怎么吊威亚 也没有这么说 一拍戏一上戏 因为当时我进组比较晚 因为选这个角色 要还跟学校请假 学校不是那么容易的给假 然后那个大二马当时 不是那么容易给假 然后我就请了很久的假 在进组就已经很晚 我们那个场景 也马上就要杀青了 所以就非常赶这个场景 比武招亲的那场戏 对 就大家很知道 那个比武招亲那场戏 然后上来就吊威亚 上来就飞 上来就武打 我记得连续打了 就那场戏 连续打了 三 四天 四天 打四天 文戏先不算 所有的武戏 先打四天 然后当时我的衣服的袖子 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手做的 里面本来是说是 因为可以带一些护具 一些相对很薄的那种护具 但是都带不了 因为没有地方 全是它已经是这样 太窄得太了 就扎得很紧 怎么办 声打 打完第一天 回去了以后 这个整个胳膊之下是清的 第二天是紫的 第三天就没有颜色 是这样 由青变紫 接着已经去到没有颜色 打到双了 没有颜色 但是第一天是疼 特别疼 第二天 木的 第三天 接着就无所谓了 已经没感觉了 没感觉了 第四天 就更是很自如 我记得 一点也不夸张 我当时 因为我原来是学舞蹈的 北京舞蹈学员附中的 所以有一些舞蹈功底 所以打戏这些动作 还是记忆比较快 也相对到位 但是呢 打戏嘛 大家也知道 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大概一般的 也都在三四四五条左右 才能过 才能卡 然后 即使它要重拍 重拍再重拍 但三四次才可以说 OK 没问题了 我第一天的第一场戏 从学这个动作 一个动作是六招 就是类似这种六招 对 然后学这个动作六招 到拍完 OK 导演说OK 然后是三十分钟 第一场戏 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 然后第四天 到了第四天 马上杀青的 就是马上这个景 这个舞系部分杀了的时候 我从学六个动作 到拍完是七分钟 哇 拍完 对 拍了四五条 哇 每一条都是 就是六个动作 加一二三 就是这样的一个 四六六个动作 七分钟 结束 所以你已经变成 这个舞林高手了 对 一个套路了 已经很厉害了 就是已经习惯了 就是大概 不管是不同的七个动作 只要组合在一起 是顺的 就七分钟之内解决它 哇 好厉害 就到 因为 被逼的 被逼到 还有可能有很大压力 因为 要有 那个厂要紧着三千 所以 有很多时间上 不然的话 就会要支付很多一笔钱 对了 就因为要成本上 又要控制 好了 除了舞打场面之外 也都很多文气的 很多爱情的 坦情说爱 对 对 什么感觉呢 什么感觉呢 因为 我 说实话 好害羞啊 实际上 就是 说实话 我之前没有拍过这样的戏 第一次 就是 在 自己演的一个 相对完整的一个戏里面 有这样 爱情的一个观念 因为杨康这个角色 他 虽然 就是 还要说的 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杨康这个角色 虽然 所有人都觉得 他是 好坏 看完都觉得 这人 真的太坏 然后网 很多在微博上 也会说我 然后也会说 杨康太坏了 怎么 怎么还不领盒犯 这种 但是呢 他 唯一对自己的 母亲 还有慕念慈 是感情 一直是非常真挚 直到 他们 相继去世 对 都是非常非常专一 和非常非常真挚的 他们 他 杨康这个人 无论是用什么计谋 去全谋 我想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都是为了这两个女人 是 所以他某程度上 也是因为爱情 和对亲情的专一 所以他才不择手 爱情和亲情 手段 是新版射雕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好, 多谢姓育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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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新版的《射雕英雄主》 我想很多香港朋友也很有感觉 因为特别可以听到 就是八三年最经典的 无线电视版本的主题曲 在这个剧集里面 当然我们今天的嘉宾 他飾演杨康 在里面也有原版的三哥妙桥位 在里面演王若思 我认为这个缘分真是天注定 根本知道他只有21岁 可以说是前途无限量的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他 精彩的演出